要炸的嘛對不對 不是 他說不要炸的 你知道身為一個人妻 活下去的開心的方式 就是不要聽老公說什麼 哈囉大家好我是KK 我是老闆 傳說中有一句話 要抓住一個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他的 四個位 你是牛喔 哈哈哈哈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是如何抓住老王的心的話呢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然後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這個功能 不是功能嗎 我這個 這個能力應該是你沒有遇過的吧 每一家餐廳呢 你只要跟著我點 絕對可以避雷 你是說反話吧 就是你不要點我點的啊 反點一定是雷 我們今天就直接十點給大家看 十點 現在 現在不是十點 你們可以印射我的白眼嗎 事實上平常比較喜歡吃哪一種類型的食物 我搶答 什麼 所有別人不想吃這 這邊不好吃的食物 唉唷 不要� build 其實我 平常 月圓十 스타 你給我一個提示就是 有什麼外食 絕對不可以出現的東西 炸物太多 你有點憧憤 喔這樣我們開學喔 沒有炸物 沒有人生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主題 如果你这样子可以点到符合 施畅口味的就是很厉害的产品 中式 好中式 哦这点进来很多呢 他刚刚有说什么 要炸的嘛对不对 不是他说不要炸的 你知道身为一个人妻 活下去的开心的方式 就是不要听老公说什么 或是就是听完还是走自己的路 但刚刚施畅这样讲 我第一个想到的食物是什么 什么 我第一个想到的东西是咸水鸡 咸水鸡 他是一个口味偏清淡的人 咸水鸡对他来讲偏咸 可以拌咸 咸水鸡可以拌咸哦 我每次去点我都跟老板说 老板我不要那么咸 你开启我的新生命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的食物来了 请试试看 我能不能让你有心动的感觉 这个是高丽菜 青草高丽菜 还蛮清淡的 水鸡还是吗 这是夸张的 这个高丽菜有一些 它放的那个盐分就不高 不过就吃起来还蛮清爽的 可以吃到它菜原来的甜味 依我对它的了解 我觉得第一道 已经有打中它了 为什么 因为没什么味道 我讲没什么味道 可是没什么添加物的味道 所以高丽菜给过 OK啊 你能不能用开心一点用词啊 但是这个说实在的 可能是因为它外带的时候 放在那个纸盒里面 它闷比较久了 所以会感觉就是 就是有点吃起来软软的 好 这是什么东西啊 黎麦 他以前讲印度菜饭 红黎麦菜饭 真实的感觉吗 嗯 那说真的吗 你是不然勒 我觉得吃起来 感觉它的比例 好像饭加太多了 我知道问题点了 因为可能它里面有放菜 就是如果以红黎麦饭 我想要吃到再Q度高一点的口感 它有一点整个都水水的了 这个跟焖太久有关系吗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关系 不过这样看起来就是 它本身不会太油啦 如果说今天如果你炒得很油的话 你再放在里面再焖的话 它可能还是会 会吃起来很油腻感 不过目前吃起来是 偏清淡 这什么 豆腐 嗯 这吃起来比较甜甜 我觉得应该上有菜块是 我喜欢这家的卡夫 我喜欢 那上来看它原本就是比较甜 嗯 但是这家是 因为我是 你知道我是平中女孩 嗯 我喜欢那种香甜香甜的口感 对我来说可能 口味很重 嗯 这个比较重一点 因为我觉得好酷 下一个 枸杞香菇水帘 水帘应该看起来很绿啊 它看起来有点黄 哦 对它的水帘好像 没有那么绿耶 嗯 不过我觉得口感算是好吃的 是有一点 事故感的 代理事故的水帘 而且水帘如果没有出药 它会有一点土的味 对 不过这个吃起来 我觉得算是好吃的 然后最后一个 我来一点肉 糖素排骨 嗯 糖素排骨 其实我以前蛮喜欢吃的 我必点 对但虽然就是因为它是 有先去炸 嗯 哦 怎么做排骨要先炸啊 不然 不然觉得会这样黑黑的 哪里黑黑的 它先去炸完之后再去炒一下 它先腌制过再炸 炸完之后再跟糖素酵一起炒 哦 哎你们好厉害哦 介绍两位男士怎么能理解 还好吗 哎呦 你可以Key一下我们的收音吗 哈哈哈 我啊 发现就是 我自己觉得 我很喜欢糖素排骨的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它跟它那个味道越吃 好像越咬 其实那个猪味很重 到底是什么猪 公猪母猪 猪味啦 猪味对 它猪不是有分公猪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重的猪味 那它就是因为它本身的 那个啊 体味比较正 不是猪的正 这种糖素排骨 它一定淹淹过嘛 然后再去炸 那如果连炸都会有味道 那就表示它没有很好吃 那最后呢 我觉得真是 白饭啦 对 看起来不是太新鲜的米 因为它先从目测看起来 有点放很久的米 你研究都看得出来 怎么知道这个米 有没有放很久 如果是新鲜的米 它煮出来的颜色 应该不会是这么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这个米是刚刚炒这个菜饭的米 如果你吃过月光米 再回来吃这个米 应该 我回不去 你觉得今天那一整个 大概多少钱 八百块 我觉得大概一千左右 这样一千 没有韩外送费一千一 如果要这个说起来的话 那我觉得 好这个就考量在内 你这个价钱 跟我觉得它的吃感 它平均单价都是两百八到四百 如果这样看起来大概七十三分 七十三分 今天点的菜虽然说 我感觉也是满意的 但这个东西 是它平常的点菜预级 是啊 因为它会跳钥匙的去点 这个你要好好回答 因为这决定了之后 它点完什么 你可不可以再干涉它 没有 我从来不会干涉它 你最好是 我只会告诉他 诶 那个三号 下次不要再点 他就是有慢慢进步 因为他从一开始是 蛤 这什么 然后他就说我要自己煮 然后再来 后来就会进步到 他会吃其中的几样 但是就会问我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点了 给我点 然后今天 是不是可以把我的Uber决定权还给我了 你老实说 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 为什么 我觉得我今天表现很好 我慢慢已经 抓到你的胃口了 对不对 有啦 其实你一直都抓到我的胃口 只是就是 对于说实际上 就是因为 我们也方便嘛 所以 因为健身时间 那我觉得 夸奖 你就真心一点 大家都可以夸奖我 你很厉害 很好 那 如果呢 想知道我这个地雷王 我们今天挑战什么 中式 中式啊 下一次来挑战 我们最常采雷的 其实是西式 十次有恩赐 就是我都会处于一种被翻白眼的状态 可是我真的觉得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所以下一次呢 由我来点 然后 你都不要说你喜不喜欢什么 来看看我可以 变出什么 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们吃什么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欢迎进我们的YouTube频道 第二个时候记得开启小铃铛留言按赞 拜拜